我已经做了所有紧急情况的预案 我不紧张了 你也要放松一点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谢谢 我才不要这种口头谢谢 等你平安撑过今天 再谢谢我 那为了今天的董事会 能不能先给我个胜利事务 我来 各位 介绍一下 这位是汉海星辰的副总寄星 正负责我们大力推广的 AI人才库 各位董事好 坐 周朵 我说先说两句 就目前呢 咱们每年上亿资金的投入 就办给社会大学 而且毕业之后 还未必能为我们冬一效力 小韩总 你这不是做生意 你这是拿着股东的利益 在做慈善的 您的担忧也是韩总最关注的 AI人才库 是否支撑得起 东阳新的利润点 答案是肯定的 王靖勒说 最近汉兴遇到过一次原材料渠道危机 幸好AI人才库的顾问秦丽先生 促进了我们和德国巨黄材料的合作 不但帮我们渡过了难关 还帮助我们建立了稳定的原材料供货渠道 目前 我国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 而潜力较大的技术还处于实验室阶段 谁能加速技术突破和产业应用 谁 就是人工智能这块蛋糕最大的赢家 我相信各位董事 也不想放弃这块大蛋糕吧 我认同小韩总和季总的观点 科技时代 最重要的就是抢占发展先机 否则就会失去竞争力 何总 你更应该知道 AI人才库是个全新且烧钱的项目 前期投入太大 等待盈利的时间也太长 后续实际利益根本就不确定 季总 你刚才也说了 很多技术还在实验阶段 那你凭什么就能保证 它将来就一定是一块大蛋糕呢 董董 说得很有道理 各位董事 只要你们首肯 我们会将汉兴上半年的利润 投入到AI人才库的建设之中 等AI人才库建立成功后 带来的利润将会翻倍 汉兴才成立多久啊 能有多少盈利 真等你们开始建设爱人才库以后 真等你们开始建设爱人才库以后 没钱了 还不是得我们贴 汉海星辰成立只有半年 我们对这半年做了一个结算 纯利润为六千万 不错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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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对利润还满意的话 就应该相信季总的工作能力 我的态度 是全力支持 感谢韩总的支持 汉海星辰也对下半年做了预测 排除不可抗力因素 预测利润翻倍 相信明年的增长目标也完全可以达到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足够覆盖前期人才库的投入 小汉总目光长远 周董 杨董 害怕伤害在座各位的利益 这也在情理之中吗 没错 毕竟汉海的利润 也是东伊利润的一部分 说到底 AI人才库的建立 花的是东伊的钱 那么关于 今年业绩目标 小汉总 要不要 再立个军令状 那边由 杨董 韩婷这个人 心狠忧计仇 我上次这么跟他开玩笑的时候 可是损失了全部的董伊股份啊 您这样 不怕他把您赶出董事会啊 好 好 愿总说笑了 刚才杨董呢 也是在开玩笑 既然小韩总这么执着 那我觉得 咱们还是看最后的结果吧 现在开始表决 同意的举手 好 感谢各位董事的支持 东一AI人才库 一定不会让各位失望 你犯什么苦苦啊 居然在董事会上帮韩婷 我只是就事论事 你就什么事论什么事啊 东一才是集团的核心 东科稳不住你的位子 现在不把东一拿回来 将来集团的资源全都往东一清歇 没有人会记得你帮他说过 好话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发展东科不一定非要踩东一一脚 韩婷背后布局远大 我们再给阻力对东阳并不是好事 如果韩婷未来的布局成功了 周董 您坐等分红就是了 愿总 周董 既然您这么不认可韩婷的做法 以后东一的事情您就不要再管了 反正您也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了 你很 明镜需要您的消息